天派成音樂 颱風是一個旋轉的氣流 逆時針旋轉的氣流 就像我們如果說拿一根蚌子 在這個水塘裡面 就是攪動這個水池 如果我們攪動夠快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漩涡的部分在中间可以形成一个 好像一个空洞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在昨天的一个 天鹅台风的一个发展状况来讲的话 它也经历到它一个加强的一个阶段 所以当它旋转的够快的时候 也代表它的一个中心风速增强 所以它强度也在增强当中 所以它最后也出现一个非常扎实 看起来好像一个无云区的台风眼 那形容说它像增眼 最主要其实是因为它的那个台风眼的结构 其实非常小非常扎实 所以它是一个形容词 一般我们就讲说它是一个台风的台风眼这样子 目前呢整个一个天鹅台风呢 它在海上以及大气的环境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呢对它的一个发展呢 其实都还相当有利 目前已经达到这个中度台风的一个上限 不排除它在这个 在逐渐在往西移动的时候 其实它还有在增强的机会啦 台风眼呢它伴随台风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它会呈现台风眼的时候呢 代表其实它强度呢在增强 不是所有的台风都会出现这个台风眼 只要它这个台风它旋转中心风速够强 强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个台风眼 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在轻度台风上限到中度台风的时候 就是一般常常会看到台风它有这个眼 当台风眼出现的时候就代表它强度其实在发展当中 目前整个一个各国路径以及中央气象局的预估天然台风的一个移动来讲的话 目前都还是稳定朝西偏西北西的方向在移动 速度也都还蛮一致的 大概就是每小时大概25公里到30公里之间在移动 目前呢各国在未来两天的一个预测路径 其实它的差异性不大 最大的一个时间转折点 我们大家特别留意就是在这20号到21号 当这个台风中心大概跑到这个东京 大概125度到123度之间 目前各国预测来看的话 应该是过了125度附近之后 慢慢有一些北转 而且速度放慢 所以速度放慢其实就代表 其实它台风它移动的一个方向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可能要提醒大家 就是20 21号的要特别留意天鹅台风它后续的一个北转的一个角度 目前各国在北转之后的一个方向上面来看的话 差别是有一些差别 不过差距大概大概都在100公里左右 以目前来看的话 气象局的预估路径是稍微比较远离台湾一点点 日本跟美军呢稍微就比较靠近台湾的东边 就花人东方外海的一个状况 韩国呢它的一个预测 上午8点资料来看的话 其实它中心也有登陆啦 所以目前呢 现在一致性比较高的 就是说在未来这一两天的时候 20号21号是北转 所以21到22号这段的一个路径 各国现在预测呢是有一些差别 目前如果以现在的一个移动速度跟方向上面来看的话 在这个礼拜四20号的时候 除了注意它是不是它移动的一个方向速度变化 北转的一个时间点以外 我们可能也要特别留意 是不是有机会整个一个暴风圈呢 它有可能会发这个警报的一个部分 所以礼拜四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